张柏芝受态多于范冰冰气质跟不上。网友,咋不比梅生娃时电影侧言? 年轻时候的张柏芝就评级自己很高的颜值,演了很多出色的角色。 那个时候的她真的太成功了,随便一个笑容都能够成为经典。 还是因为有助先天的优势,就算是帮了两个孩子的妈妈,张柏芝的气质和颜值还是能够秒杀很多女生的。 怪不得两个孩子也那么帅气呢,遗传还是占很大一部分优势的。 之前张柏芝和范冰冰也有过同框,虽然两人的年纪只相差一岁,可是觉得气质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 可能是张柏芝太瘦了吧,所以显得没有范冰冰饱满一些。 当年两个人也有过合作,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张柏芝比较红而已。 两个人侧颜照对比简真张啊。 不过范冰冰也毫不逊色,平级自己的努力有了今天的成就。 那个时候的范冰冰真的太漂亮了,虽然脸有些圆润,可整个胶原蛋白看起来就很年轻的样子。 不过大家对于这两位女生的评价都很高,可能真的是因为范冰冰还没有当妈妈,所以整个人就比较自由一些吧。 不过现在的张柏芝也是非常幸福的,毕竟这两个帅气的儿子还非常懂事,相信三个人的生活也非常充实吧,毕竟张柏芝是一个全能妈妈,不仅仅喜欢运动,还有一个好厨艺。 当年唐燕所饰演的子萱虽然是一个配角,可是整个人的颜值和气质都直逼女主角,看来颜值高还是很有好处的。 不过通过这部作品,也让唐燕和大秘密成为了好朋友。 当年杨幂结婚的时候,只请了唐燕一个人当伴娘,这都是曾经拍戏时候结下的友谊呢。 古丽娜娜刚刚出道的时候,也演过配角,因为长相太有特点了,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线小花旦了。 现在的那扎已经有了很多好的资源,而且在演技方面也不断地提升。 相信之后会呈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,也让粉丝们越来越喜欢她了。 陈乔恩之前演过很多偶像剧的女主角,只不过在内地拍的作品比较少。 自从演了《东方不败》这个角色之后,就慢慢地走到了大家的心里。 虽然只是演了一个配角,可是陈乔恩的演技真的太好了,也让大家真正看到了她的实力。 而且陈乔恩在综艺节目中还揭示了很多好朋友,和谢娜的友谊也让人非常的羡慕。 只不过娜娜已经是当妈妈的人了,陈乔恩依然诞生,所以粉丝们也很注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